你好,我是小燕,欢迎收看我的节目。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。 从1851年,洪秀全发起号召,到1864年,太平天国首都天津被攻陷,这场打14年的反清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。 即便如此,这场运动中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和将领,如李秀成、李开芳、石达开等,但这其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中王、李秀成了。 作为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之一,被俘后却并没有宁死不屈,而是封于晨昧,为曾国藩写下共状书,原本他企图以此换来一线生机,最终还是被曾国藩下令处死。 后人评价其为中王不忠,对他的死因以及他写下的贡状也是众说纷纭,直到1962年,曾国藩的曾孙